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周德卿副教授。 下面由我带领大家进入金融互换相关的学习。 金融互换是上个世纪80年代在平行贷款和贝对币贷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类衍生产品。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 当时的货币交易商为了逃避英国外汇监管而开发了货币互换。 而1981年,IBM和世界银行之间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份货币互换协议。 从那以后,货币市场发展迅速。 货币市场的名义本金从1987年的8656亿增加了100多倍。 我国的货币市场规模在2017年也达到了10万亿以上的规模。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增长最快的金融产品。 金融互换主要分为利率互换和货币互换两种。 首先,我们介绍利率互换。 利率互换是指双方同意在未来一定期限内根据同种货币的同样的板金交换现金流。 其中一方的现金流根据浮动利率计算得出,另一方的现金流根据固定利率计算得出。 在实践中,利率互换只需要交换利息的差额,板金是不用交换的。 而另外一种互换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将一种货币的板金和固定的利息与另外一种货币等价的板金和固定利息进行交换的一种合约。 货币互换涉及板金交换。 因此,当汇率变动很大时,货币互换的双方面临一定的信用风险。 当然,这种风险比单纯的贷款风险要小得多。 互换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首先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假设一家中国的公司需要十亿日元的资金,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它可以向中国的银行申请十亿日元的贷款吗?显然这是很困难的。 它可以在日本发行十亿日元的债券吗? 这是一种外国债券,发行的难度也相当高。 尤其是对于中号企业几乎不可能。 有了货币互换,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通过向银行申请与十亿日元等价的人民币, 这家企业可以与国外同样拥有十亿日元的金融机构进行互换, 从而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使用十亿日元的资金。 那么这是货币互换产生的一个原因。 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来讲一下为什么利率互换会存在。 假设AB两个企业,他们均有一笔负债和一笔资产, A企业的负债为浮动利率负债,资产为固定利息资产。 而B企业与之相反,负债为固定利息负债,资产为浮动利息资产。 那么如何解决他们的资产负债,现金流不匹配的问题呢? 此时AB两家企业可以通过互换协议, 把A企业的浮动利率负债转变为固定利率负债, B企业则可以把固定利率负债转变为浮动利率负债, 从而使得两家企业各自获得他们的目标。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来看一下 互换过程中现金流交换的特点。 这是一个利率互换的例子。 假设从2015年开始, 微转向英特尔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利率互换合约。 合约规定,微转向英特尔支付年息5%本机1亿美元的利息, 英特尔则向微软支付6个月期限并有相同的本金产生的浮动利息。 此时,利率互换对微软产生的现金流结果如表所示。 从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交换一共进行6次, 微软的现金流支出为固定利率支出的现金流, 每次支出的利息为2.5百万, 收入则有6个月期限的利率产生。 比如2015年9月5日的收入, 是由2015年3月5日公布的6个月期限的利率4.2%计算得出的。 计算公式为100乘以4.2%乘以1除以支付频率2等于2.1。 我们可以看到, 最后一笔交换本金收入和支出均为100百万美元, 因此本金的交换不影响净现金流。 在实际操作中, 两家公司不大可能同时持有相同规模, 且投策刚好相反的互换需求。 因此, 很多大型金融机构起着互换多市商的作用, 多市商提供流动性, 从中赚取价钱收益。 具体表现为, 多市商提供的卖出报价总是比买入报价高, 买入价和卖出价的平均值, 我们称之为互换利率。 下面我们看一个美元互换利率的例子。 在表中, 以三年期的互换合约为例。 我们可以看到, 多市商发布买价为6.21%, 小于卖价6.24%, 即当母企业想与多市商签署一份互换合约时, 这家企业如果想获取浮动利息现金流, 那么它支付的固定利息的成本为6.24%。 反之, 如果企业拥有一笔浮动利息的现金流, 想卖给多市商来换取固定利息的现金流, 它必须按照多市商的买价即6.21%成交, 此时的互换利率为买价和卖价两个价格的平均值, 6.225%。 好, 这是本小节的所有内容。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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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